黄佳千被曝和夏克林离婚秘 提高对方打离婚 弯死一事震惊娱乐圈 两人一直是圈中模范夫妻 结婚16年恩爱爱 没想到也会走到离婚这一步 随后有媒体推测 黄佳千一定要和夏克林离婚原因 除了分居两地生活辛苦 两人生活中是女强男弱组合 才是最关键原因 夏克林以前曾带着夏天上过综艺爸爸去老 能看出来性格属于比较温柔的 而生活中黄佳千则是比较强设一方 娱乐圈里那次的夫妻还有不少 比如柯友当初传出婚变 就是被曝出是因为女方尝试 嫌弃前夫不会挣钱 大S和汪小飞离婚后 前婆婆张兰也在直播时 聊到夫妻相处这个话题 暗指大S把汪小飞一个活生生短男 逼成了张兰 还好话大家想一想 是自己错了 还是咱们太强势了 当然这也不能把所有原因归就到性格上 毕竟郭宗坤自己欺骗柯友在先 还婚内和其他女生暧昧隐瞒学历这么多年 同样汪小飞也是婚内出轨四下脾气也不好 爱发酒疯 最后离婚是必不可免的 所以大家也不妨等待黄佳千和夏克力的回应吧